还有一个就是美国CNN报道 乌克兰官员说 这个内部有骚乱 其实就是政变 有人想要发动政变 计划时间是6月30号 在基辅引发骚乱 分散注意夺取乌克兰议会控制权 推翻军事跟政治领导层 虽然轻描淡写 写的轻描淡写 但是大家看到有没有 里面事情应该是很大 至少是多 另外一个我觉得也蛮讽刺的 那个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美国控制 大家知道 最近把俄罗斯的国民 列为是高收入国家 打仗打到第三年 收入越打越高 还有一个我觉得必须要一起讲 就是匈牙利 大家知道匈牙利向来是亲俄亲中的 这次出访基辅 也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 主要是因为他现在担任轮值主席 7月1号上任 7月2号就跑到了基辅 在这里很有意思 他跟泽伦斯基见面 他也跟泽伦斯基讲的话蛮漂亮的 先把泽伦斯基赞美了一顿 你提出他的方案很好等等 但是你的方案很详细 很周到 但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建议你要不要 先停火再和谈 先把它赞美一顿 其实就说你的方案 要旷时废日 所以先停火再和谈 你觉得这一切 泽伦能够接受吗 我们一样一样来看 其实这都是整片在一起看的事情 对 第一个就是说这战局的发展 打到现在来讲 我们就大局来讲的话 俄罗斯可能快撑不下去了 可是他们 俄罗斯撑不下去了 不是跟着 乌克兰 乌克兰快要撑不下去了 因为他来讲 人力各方面来讲他都已经 可是美国现在来讲 北约国家是绝对不让他喊停战 因为你如果说停战来讲的话 对拜登这次今年的选情 会有绝对百分之百的伤害 然后甚至于北约也因此而解体 因为你北约就承认败仗 所以说俄罗斯 这个美国为什么同意乌克兰 去打俄罗斯的本土呢 因为他打了他本土上面的 这些能源设施或者油电 讲到这东西我必须要讲 就像是我们昨天 我们台湾自己讲说 在公药里面吞出弹药 意思是一样的 那这些东西一定是列为 这个敌对国优先攻击的目标 因为我把你这些弹药 油料燃药库消灭了之后 你的后勤补给能力你就弱了 你后勤补给能力弱的话 你的攻势自然会减缓 那我现在讲俄罗斯 俄欧战争现在很明显的一个大局 就是什么在哈尔科夫这边来讲的话 然后这个摄尔斯基坚持 他都奉泽伦斯基的命令 需要有一场胜仗 所以他在哈尔科夫这边 集中所有的兵力在这边决战 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顿巴斯乌东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俄罗斯现在正在逐步的蝉食 他一步一步的向前推 在这边来讲 因为你兵力 你乌克兰兵力都被抽挑在北部去了 那我在乌东这个地方来讲 我就节节的这种用蝉食 当然不是大口吃 就小口小口一小口一小口的吃 那泽尔斯基他们有没有发现 当然知道这种情形 那第二个我们讲 俄罗斯的这种 副国防部长的贪污情形 其实很多的国家 尤其是说如果制度不好的国家 那战争来讲 我们讲说炮身影响黄金万两 尤其是管钱袋子的人 那当然就趁机 有机会去拿很多钱 所以另外我们讲的那个 女的副国防部长 我个人认为她跟这个西方国家 一定是被西方国家所散动 然后怂恿 所以她到西方过去 到那边去 你知道她过去的话 那个情报价值有多大吗 当然 你知道一件事情 比如说你买了什么样的武器 对 对不对 你今天你自己军工生产了什么样武器 我就知道你要打什么样的仗 但除了她之外 几乎是所有的副防长 全部都阵亡 那这些都是少议谷周边的亲信 所以少议谷也在往 那她为什么没有对少议谷动手 所以可见的什么 表面还高升 不是 今天我特别要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没有少议谷没有动手 其实我们必须要讲 普京还是有所忌讳 因为枪杆子来讲 还是在这个谁的手上 他在军方整个盘根错节 但是从这件事情我们去看 如果说现在中国大陆 可以对魏凤和跟李尚福两个下手 代表什么你知道 代表我觉得说习近平确实掌握到枪杆子 他就百分之百我掌握到 所以我敢对你们两个国防部长动手 那今天普京来讲的话 他还没有 他今天还没有百分之百掌握到枪杆子 那我们接着下来看说 这个匈牙利 北约为什么讲这句话 尤其是说乌克兰有可能政变 我也看到这个讯息 你知道政变的 想要政变是哪一个单位 你知道吗 你听起来你觉得很讶异 亚述赢 你觉得会觉得很 为什么是亚述赢 因为现在来讲 泽伦斯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其实泽伦斯基有一点 我们昨天有讨论到一点 他想透过第三国来和谈 其实他慢慢发现说 我不见得打得下去了 那他也感受到 说我不会就是北约的一个棋子 那我牺牲掉那么多国民 牺牲掉那么多的领土 然后甚至于将来我如果说是要复原的话 我把我很多国家的资产 比如说矿业或什么 都抵押给美国这些北约的国家 北约这些国家 甚至已经在收割乌克兰的领土 泽伦斯基开始有这种感觉 他也觉得这场仗打不下去 那他想要 他昨天我们讲了 他想要透过第三国来施施和谈 这第三国可能是美国 也可能是中国这些国家 那目前来讲我们不敢确定 可是有一股力量 要泽伦斯基继续打下去 这一股力量是谁 第一个我讲的是亚述赢 亚述他是坚定的这种 军事的狂热自治分子 他坚定要跟俄罗斯奋战到底 他绝对不允许你泽伦斯基去和谈 第二个我讲的是谁 就是我们上次有讲 玛丽雅娜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来讲的话 其实他就是你看他的经历 他今年来讲1988年出生的 他权力大到这个程度 他权力大到可以把三军总司令换掉 这个扎入日内就是被他换掉 他最近来讲的话 他还没有结束 我们不是联合部队指挥官 已经被他换掉 他还是要换摄尔斯基 就是摄尔斯基来讲的话 他坚持来讲的话 如果说他代表的是谁 他不见得是代表泽伦斯基 他后面的是不是北约在这边 等于说北约派他在这个地方 监督泽伦斯基 你不准投降 你不准和谈 所以那个女的的力量很大 如果说是泽伦斯基现在有那种 开始有那种想要和谈 或那种念头的话 那会不会是这两股力量 我刚刚讲的亚树营跟这个玛丽安娜 这两个女士 这女士 所以这个 有可能就正面把你换掉 对 达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这个内吃外彰了 这个外面的问题 里面问题都很严重 补充一下 北约民署长 在接受这个日本访问的时候 再度大声指责中国 助长了二战以来 欧洲最大冲突 然后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立刻有所回应 我们先补充一下这个讯息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肇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眼德国专利 肇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赏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灰宝 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